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学生和家长都不可以不知道的 系统考试整理方法 看着一大堆的考试范围 Rush sheet 8-12 GWP 5-10 Chapter 9-10 当你看到这一大堆的考试范围的时候 将它系统化和具体化 用视角呈现出来 将它浓缩成为一张A科纸 想知道怎样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Miss Chao Chao教室 在过去的星期五 Miss Chao Chao教学专业给了大家的Tenses練習 答案会在片尾开股 如果大家想看的就去到片尾了 这几个星期就是无论是中学的考试 或者是小学的成分时 考试最高峰的时期 所以剩下这四个星期 我都会制作这个 考试冲刺感浪 冲刺? 冲刺感浪给大家 希望可以帮助你们面对今次的考试 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的内容 就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小小 就不会错过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资讯 来到Miss Chao Chao暑假的时候 会有英文成分时的精读班 也有帮升中一同学的奠定基础班 如果想知道详程的话 就记得留意Info box 第一部分 考试冲刺感浪 工具一 就是自己的考试范围 工具二 就是你所有考试范围里面的工作纸和书籍等等 工具三 就是一张白色A4纸 工具四 就是一排颜色笔 我就建议用手去抄 筷子 当你要抄的过程之中 也是将所有的考试范围温多一次 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作为不同的分类 那你在温的过程的时候就会更加快 我会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那就可以准备这一堆的笔 这一堆的文具 那你见到呢 有些浅色 就有些深色的 我们尽量不要用浅色来写字 不要用浅色来写字 我们先拿开 那尽量留一些深色的笔 来写你今次这个錦囊 我就会将考试的日期 就写在中间 然后你就根据自己的考试范围 看看需要考多少的内容 而去分配錦囊的空间 第一样东西要考的 那我就会将它在这个空间 第一个呢 味和迷 那我就会把它分开做两种的颜色 那这个就是味 那我就会用第二种颜色去代表 那你就会写味和迷的用法 就要按照你自己本身的测验范围 以及老师给你的书 或者是文章里面的用法 那因为有时味和迷 除了是这个用法之外 还可以有其他的用法 那你就会写一个例子 那就用一些比较typical的例子 例如这里它已经说了 the sky is dark 那就是有证据证明 所以it may rain soon 另外那边呢 一样的做法 你就先写首先它的意思 那一样给它一个例子 那因为这里说了not sure的时候 就会用mic 以及它是past tense 选择 其实你今次要考的位置 就令自己更加容易见到 好了 然后就到第二个位置要考的东西 你可以用第二个颜色去写 every one someone 那你就用里面它教你的东西 例如是 all people in a group 先写了它的意思 那你就给一个例子 那你就发觉这里整堆可能很混乱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不同的强烈不同的颜色 来做一个contrast OK 例如像这些 你记住不要用差不多的颜色 要用一些很contrast的颜色 去表达两种不同 如果不是看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那你就可以降低一些重点的地方 你在有时候做exercise或者上课 你学到一些其他的知识想加回去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可能也是不同颜色的笔 然后再加上去 想提着自己四个用everyone someone anyone 和no one的时候 你都要加s的 就是说在那个动词里面 是要加s的 那你就可以这样提一提自己 然后譬如你在anyone那里 你想提自己是question和在negative的时候用 而其他不是这样用 可能你就提着自己是question的时候用 和negative的时候用 那你要知道这些这样的symbol是代表什么 minus ve就是negative 就是not那些就叫做negative 第三就是考gerund OK 那可能就这样写gerund 你自己都未必知道是什么 那你就写一些是你自己知道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写譬如ing A的用法就是subject of a sentence subject of a sentence 然后又给一个例子 然后B 第二种的用法 你觉得很难看 就用回刚才那个方法 那就是选一些重点的东西出来 好了 那第四种要考的东西呢 就是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和past continuous tense 那这个其实呢 有点像这个一样 因为它要有一种对比 那所以呢 我们就用回都是两种不同的颜色 令到自己容易点看到对比 这边呢 就会写past continuous tense 那因为tenses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看那个keyword 所以呢 我先写下了那些keyword 出来 那这也是写回 例如notes里面给你的一些用法 除了用法 就是要写它的example 后面那一段的影片 就有一点问题 就呈现不了出来 但其实意思也是如此类推 那这个制成品就是这样的 制作考试锦囊的好处呢 制作考试锦囊的好处呢 就是你视觉化你所有考试的范围 将它浓缩成一张纸的时候呢 临考之前就成为了自己必看的字制精毒了 第二部分 tenses 练习讲解 做练习之前看到instruction 它那里说 add negative meaning when it is necessary 那就是说你可能要加not 第一题答案 看到个for 那有同学就问我 Michelle 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到for 都未必用present perfect tense 那大家就要留意 究竟for后面是否一个时间呢 例如这句 I have lived here for 10 years 在for后面是一个duration of time 一段时间 那我们这个情况之下 才会用present perfect 所以现在在这个问题里面 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应该看later this year 所以答案就是will come 而第二题应该看到at the moment 即是现在 所以第二题就应该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I am planning 而plan 后面就应该用to infinitive 所以第三题的答案就是 I am planning to show 第四题的keyword就是five years ago 那就是past ten 所以答案就是emigrated emigrated就是移民 第五题答案used 如果跟to的话 就是代表以前的意思 即是uncle tom以前就住在上环 而第六题的keyword就是once once就是以前 所以就是past tense 所以答案就是visited 第七题的keyword就是since 但不要一看到since 就立刻写present perfect tense 要看完它的意思 还记不记得 keywords你要知道 还要看完它的意思 因为这句除了since之外 还有另一个keyword 就是a go 整句是想说 自从他五年前搬到英国之后 香港就变化了很多了 所以a go这个keyword 是用在第七题 而since这个keyword 是用在第八题 所以第七题就应该用past tense 而第八题就应该present perfect tense 第七题就是moved 第八题就是has changed 第九题keyword是already 所以是present perfect tense 所以答案就是have become 第十题没有keyword 纯粹是一个问题 你想带它看些什么 what do you want 而第十一题want to show 整个问题就是what do you want to show him 第十二题是 I am not sure yet 那这里就是个题目里面 要加到negative的部分 如果你写了m的话 那代表你看个题目不够仔细 可能有同学会说 为什么yet 不会present perfect tense 那都是那句 keywords你要知道 还要看完它的意思 他是想说现在不肯定 就没有那个由以前到现在的意思 所以就用present tense 十三也是没有keyword 而它的意思就是 或者我会带他去长洲 会 所以就是will take 下一题definitely 就是他会喜欢 因为definitely 代表比较肯定的意思 所以就可以用到 he is going to love 或者你写will love 都容许的 第十五题就想说到 我记得他以前喜欢 或者想说 我记得他现在都喜欢 时事都喜欢 所以就可以用到lice 或者like like后面 就用gern的 即是ing 所以就是 i remember that he lies visiting villages 而第十七题 你看到他的答案 那里都说 no he will stay at my aunt's house 所以他的问题 就会用同一样的tense will he stay at your house 第十八题 就是纯粹一条 现在问的问题 所以就会是 present tense do you remember my aunt 第十九题 就看到while 这个keyword 因为他说 in the past 所以就是 while we were doing our homework she was cooking for us in the past 第二十题 就想说 他以前曾经给我看过 他的鸡仔 once 这个keyword 就告诉你 是past tense 所以答案就会是showed 下个星期 还有下一个 考前冲刺感 如果不想错过 就记得 like,share,subscribe 还记得 旁边的竹仔 就不会错过 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资讯 就是这样 bye